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其实像我的上课也是,我也尽可能把它录下来 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各位可能有些同学看一遍应该还看不懂 像上课,我们怎么办?回去自己看好了 这样的好处就是你下次不会再问同样的问题 因为以前的话,以前没有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多同学每一个礼拜都会一直问同样的问题 当然我也很想回答,可是有的时候 我想说干脆把它录下来,你回去自己看好了 那是同样的问题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做 几岁嘛,那几岁的话,第一个我们想到什么 等于Dateful,所以你把这个地方打一个Dateful 刮胡 那一样前面的日期,就是它的生日 那跟什么哪一天比呢? 跟今天比 那今天你有几个方法 逗点,你可以先把today先做在储存格 用选的 要不怎么样?你直接在这边再打一个today就好了 不过可能要自己打上去比较快 today小刮胡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自己去抓那个日期放在这里 逗点 好,两个日期,比什么呢?先比几岁嘛 所以先比y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打勾之后的话,当然它会出现43 那43意思就是说呢 它跟那个我们今天比下来的话呢 它就是43 但是后面其实还有啦 还剩下几个月又几天嘛 它不会找我们啦 它就是,就是有点像整除 就是取整数嘛 可是剩下的那个月跟日我必须要再把它抓回来 那怎么办呢? 其实可以运用我刚刚讲的 因为它已经把我的年给用掉了 年用掉了 所以剩下什么?剩下月 那我可以用什么?ym去取得嘛 ok,所以ym取得之后的话 那就是这一个n 那再来就是说呢 因为y就是几岁跟几个月都用掉了 那剩下什么?几天嘛 那天的话呢 emd刚好 emd的这个参数主要是不管年也不管月 我只要看天 所以这三个加在一起 就会是底下的这个东西 但是呢 我要怎么跟底下这个东西公式 跟底下这几个字呢 要串接 那串接我们讲过了 在那个资料编辑列里面 你要m的符号 那串什么呢? 其实有个简单的技巧 把这个有没有 n不要选 睡到天 Ctrl C 那为什么要Ctrl C 你游要移动到这边 这个资料编辑列 点它一下 再移到上面 and 那因为呢 如果你要串接一定是双引号开头 一定是一个自串 所以把它贴上 那记得在双引号结束 所以呢 它会是43岁 逗点 n个月又n天 我们按打勾好了 有没有 那这个完成的第二个步骤 就是我已经把这个文字给串起来 可是呢 还缺两个东西 这个n跟这个n ok 那这个n其实就是什么 把前面这个公式放到这边来 改成什么呢 改成ym就可以了 把前面这个公式取代n把它丢过来 然后呢 其实怎么样 Ctrl C嘛 Ctrl V 然后把这个y改成ym 但是 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随便说 我直接复制贴盖过去 不行哦 因为呢 你后面这个地方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自串 它本来是连贯的 一个文字 你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连续的一个 一个蛋糕好了 假设一个蛋糕 那如果你要把它放一个东西进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你不能随便放 你必须把它切开 切开 那切开的话呢 后面要补一个 就是它原来开头是一个 那个双引号 你后面补一个 在这边补一个 配后面这一个 中间请你用什么 用and符号 and符号 那再把这个公式 放到这个and里面 这样才可以哦 我想规则你恐怕要记一下 如果你这个地方ok的话 那其他地方应该就比较没问题 那我们来做一次给各位看哦 好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把这个公式把它复制一下 Ctrl C 接下来呢 移到那个N的上面哦 把它怎么样 双引号双引号 前面这个双引号是配 配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样子 后面 后面这个双引号是这样子 等于是把它原来是 一个连续的字串 切成两部分 那两个部分要串接在一起的话呢 就是用and end 把它串接这个有点像火车啦 你把它那个把他一个整个列车 把它切成两个列车 中间的话要把它串在一起用这个 然后再把公式贴上 那把这个地方改成什么 ym 那ym就是不管年啦 因为年刚刚43岁已经用掉了 剩下的月份帮我算出来 打勾 ok 他就是43岁 到目前为止 又7个月了 那剩下几天呢 还有几天呢 那一样嘛 把这个再选起来 双引号双引号 把它再切开 end end 再移到中间 贴上 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md ok 那就剩下的天数呢 我们就算出来 所以基本上呢 我刚刚主要是 做完一个 然后再把那个 字串放过来 中间再放上 dative 其他的参数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很快的 就可以把其他的 这个 包含月 跟天 全部都做完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 看一下 其实 这个比较好 比较好理解 这个的话就是 35岁 然后因为9月23 他是 他是 还没满 所以他会从 前一个年度 一直 前一个年度的 部分 一直算到 那个 这个年度了 所以你们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部分的话 基本上 我们向下填满 就可以算出呢 他这个人 出生到现在为止 总共 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ok 那这样如果你不好理解的话 你可以把前面的日期改一下 比如说今天的话 我们是 3月24嘛 如果你是3月24的话 他应该 就刚好 有没有 44岁 又零个月 又零天 如果说你今天呢 假如说他是4月24的话 基本上有没有 他会变成说 他出生到现在还没满 44岁 所以他是43岁 又十一个月 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 他就生日了 ok 所以你其实可以从什么 前面的日期再修改 或者 大家了解一下 ok 那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就很快的可以把我们精确的那个 这个出生 马上做出来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那最后那个 我刚刚做完的公式 如果你一下子来不及 记也没关系 在云端上面也有 我在那个云端白板上面呢 也有把我刚刚做的 给全部贴上去